从办学到最后运营这个学校 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碰到过一些很巨大的困难 这个最大的困难是很多孤儿 因为父母没有了后呢 他的爷爷奶奶在照顾 然后爷爷奶奶就不放弃让这个孩子上学 我是四川道夫里面的人 然后去了国劳以后呢 就是也没人相信我 很多人觉得办这么一所学校 他有别的什么想法 别的有什么目的 有这种想法 所以这种受到很多的委屈 我相信每一个孩子的成长 是您在整个开荒前行当中 最强有力的动力了对不对 对对对 比如说卓马同学 对对对 其实南哥卓马是我们学校的这个第一批学生 然后来了以后呢 只能到从一年级学习 然后上到这个初二的时候 他一直跟我说 他要中途退学 因为他年龄快二十了 然后他想上一个职业学校 学业运动技术 然后我就给他说的这个不行 然后你一定要好好学习 然后给他做了这个很多这个思想工作 以后他就慢慢把心心下来了 他毕竟不是我的亲生父亲 但是作为一个老师 还作为一个学校的校长 来说这句话的时候 我当时觉得心里很暖 然后当时就是国陆的教育局 有这么一个名字 就各个学校同志 然后南哥卓马他自己 特别想学这个专业 然后我们就当时把给南哥卓马报上去了 后来教育局就通知我 说南哥卓马年龄已经超了 然后我就又去了 找我上海那边招生的这些老师们 他给他们把这个南哥卓马的情况 翻译给他们 他们也特别觉得感动 可以就是 破格 对 破格 然后南哥卓马就说了 他到上海去求学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你二十岁以后去上海求学 完全是靠自己 我觉得教育最好的方式就是 最后不用教 是靠自己的努力 所以福利学校的那十年 培养你坚韧的性格 最终你能够拥有飞翔的翅膀 和你后面四年自己独立和努力 是分不开的 所以感谢教育 但更感谢的是那些 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所有人的努力 也希望你的翅膀越来越有力 谢谢 谢谢老师 得到和给予都能得到幸福 当我们能够给予别人的时候 发现越给予是越快乐的 所以有句话说 让世界充满爱 让这样的话 人人献一份一束爱 这个世界会变得非常的美好 谢谢老师 一开始上场的时候我在想 校长就是校长 为什么要叫爸爸 后来听了你们的故事 我发现 这个男人其实是在发着光的 这些孩子可能身陷愧 但是呢 你把他们拉了出来 你给他们更好的光明生活 所以我觉得所有人 是不是都应该跟我们的校长爸爸 说一声谢谢 谢谢您帮助了这些孩子 谢谢大家 谢谢 接下来我们会想听听 你们两个人互动的时候 会说些什么 好 女士们先生们 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向他告白 校长爸爸 我希望你一直健健康康 因为你是我们 道车福利园的顶梁柱 因为你健康了 所以我们才能享受更多的父爱 第二是我感谢你 让我知道读书很重要 现在的我长大了 很希望跟你一起 为像我一样的弟弟妹妹们 一起点亮希望之灯 好 也非常感谢大哥 让我有了你这么一个 优秀的学生 我相信你的能力 你是最棒的 加油 你的笑声 是我心里的书签 带出了每一个永恒的瞬间 可是我怕 看着你悄悄改变的脸 我们愿意